聽得到嗎 是不是 廣錄聽得到嗎 大家午安 謝謝黑碟客送的會員票 謝謝黑碟客 嗨 大家午安 剛剛小小卡 可能wifi比較不穩 哈囉三角形午安 齊悅歡迎正式一船午安 我不想吃麵包 要吃一口吧 嗨 再加午安 好餓 很好吃的 今天想看平凡版麻薇簡單消息 欸已經首播了是不是 你們已經聽過了 是的 早安 你們有聽出我唱哪一句嗎 聽喔 聽喔有聽出我唱哪一句嗎 聽喔很明顯喔 真的假的喔 我以為沒有很明顯 阿環還沒聽 阿環還沒聽 幫忙為簡單抓緊的句 我還能吃 我還能吃 跟妳 我還能吃嗎 但是 我覺得很好聽 謝謝益成的行李箱 很好聽啊 喜歡 喜歡就好 謝謝小薰的天晴座 那我覺得這首歌真的 不好唱 之後 那個 上通告的時候 應該就會分享很多 我準備的故事 到時候大家再 記得收看 現在就先 賣個關子 不說太多心得 這樣我怕我到時候 節目的時候 沒東西講 所以 大家到時候 我們有去 上節目什麼時候 記得收看 幹嘛 你要什麼 平板 謝謝家維的掌聲鼓勵 謝謝家維 敢想要先留著對 你聊過談話會嗎 還沒 謝謝博弈的 原本上一日 帥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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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日帥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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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帥� 一想到就覺得累 這首真的是 我覺得很 蠻挑戰的一首歌 謝謝竹倫的擾聲鼓勵 謝謝志宏的夏日祭典善 對還要聊到談話會 上次是我的第一次談話會 大家有在跟我見面嗎 其實我覺得線上談話會有蠻好玩的 但是我覺得完全跟 就是跟握手會感覺不同的東西 怎麼說 就是我覺得蠻不一樣的 跟現場握手蠻不一樣 我覺得是兩個活動的感覺 就是對我來說 我覺得跟現場握手會跟線上談話 我覺得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東西 但是我覺得蠻好玩的 在線上談話會 很特別的體驗 上一次如果沒有辦法到的大家的話 下一次可以來 對 我覺得我是有兩次 上次已經有一次 所以他有一次 大家要記得來報到 我覺得現場的才能逼自己拿來快速運轉 但是線上談話會可以看到 就是大家 家裡的佈置 我覺得蠻有趣的 就是有蠻多人都有 拿一些應援扇啊什麼的 或是 就是 房間背後有一些 我們的生血照片啊 或是應援的東西 就是 可以看到大家 現在在哪裡 感覺蠻特別的 就是感覺可以了解到大家平常的生活 感覺 看到大家平常生活的地方 How are you today? I'm fine 現場很直接 有人在外面試訊嗎? 有 好像有人在辦公室試訊 就是還沒下班 可以看到大家買多少 隔壁還有吃雞排和尊奶的 原來重點是這個 我的房間背景被自己擋住了 談話會前還趕快收拾了房間一下 那我上次看到大家的房間都蠻乾淨的啊 對 都蠻乾淨的 對 都蠻乾淨的 謝謝 謝謝大家來找我談話 只要一面牆 而且我真的覺得談話會 很像在講電話 很像在講視訊電話 就是 朋友的那種 聊天的感覺 更多嗎? 我覺得 就是我覺得比起握手 好像更 像那種 朋友在視訊電話 聊天 聊天 謝謝姓偉的幸運事業草 而且我那時候就有第一個人的時候 因為我是第一次談話 然後就有第一個人的時候 鏡頭不知道要看哪 因為我們是這邊架了一個GoPro鏡頭 然後 可是我們要看大家的臉的話 會是在右下角我們有一個電腦 對 就是想看大家的臉 可是又要看鏡頭 然後就很忙 然後就想說 我到底要看著大家的臉 還是看著鏡頭 後來的結論是 看著鏡頭 要多一點 不然看起來很像沒有在看你們 謝謝許阿伯爾的楓葉 沒握到手就是空虛 我們看你的臉也不會看鏡頭裡 阿童裡 真的耶 對耶 但我後來就是看鏡頭比較多 蠻有趣的 大家上次沒來到的話 記得下一次要來報到 你們要記得去信箱收信 然後 確認你們的那個 報到的東西 對 一定要記得 不然就會浪費這個卷 記得下去要來找我唷 掰掰浩逸 謝謝柏惟的緣分相遇 謝謝樹的浪萌寶 你在選午餐嗎 沒有耶 我好餓耶 很寒的就已經浪費了 智蓉 嗨 龍龍 龍龍在我的桌子底下 你們午餐吃什麼 好餓 謝謝茶杯 等下日記點上 吃牛排 卡卡也來了 哈囉卡卡 乾媽在這裡 智蓉常住 智蓉會住一個暑假 我們是希望他一輩子都住在這 你說是不是龍 好可愛 他在我的桌子下 智蓉 你是我的腳踏店 謝謝光泰的夏日星空摩羯座 媽媽放暑假 你虐龍我沒有虐龍 龍 好可愛 要吃什麼 銷魂麵怎麼樣 你沒吃過的那個 我有其他吃的 你可以電子吃掉 你怎麼拒絕我的邀約 知道有多少人要跟我一起吃飯嗎 有嗎 有吧 有吧 謝謝樹的浪王寶 沒有人可以這樣拒絕我的啦 只有你 很大膽 這什麼好命 我要跟切晃 我陪你吃 有開眼 有開眼 可是我看一下他在網路上的價錢 Let me see see 同一家嗎 同一家啊 我看 我看一下他在網路上的價錢 因為現場才79塊而已 有開眼 對 消魂麵 怎麼捨得拒絕 就是說嗎 他 網路上好像沒有那個 就是那個set 看一下 我看一下 我看到已經在流口水了 我在流口水了 好想吃喔 他沒有那個熱的 我很難過喔 我真的很想吃 乾拌麵 麻辣鴨血豆腐 他沒有那個set 79塊的set 好吧 忍痛放棄 忍痛放棄 看一下另一間店 但另一間店是不是就 不投棄啦 你點79最後不是也要抽到200 也是齁 好有道理 他真的流口水了啦 還是吃滷味 還是吃滷味 吃滷味怎麼樣 平安老大今天我生日想得到平安的祝福 生日快樂班長 祝你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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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那間的滷味 要那間的滷味 我看一下 鼎泰豐好像也不錯耶 可是鼎泰豐太貴了 我想吃鼎泰豐 可是好貴 滷味調起來 看一下還有什麼 福州乾拌麵 福州乾拌麵 好像也不錯耶 讓蘭油超熟乾拌麵 聽起來很讚耶 好像可以點這個 我在流口水 看到辣的東西就會流口水 看到辣的東西就會流口水 腊燃油超熟乾拌麵 我決定要吃這個 我決定要吃這個 請幫我加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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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那種乾拌麵 就是要加醋跟加辣 就很好吃 你要吃嗎 切黃 乾拌麵那種 福州乾拌麵 你不要睡著 你要陪我一起直播 怎麼可以睡著呢 請還吃醋跟沙瓜麵 河牛好想吃 喔 那樣吃河牛蒜 那河牛真的是太好吃了 OMG 那天真的是超幸福的 我那天真的吃到很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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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他們 他們河牛蒜真的超級大方 他給我們每一桌這麼高的肉 的肉盤 嚇死了 超級多肉的 我吃了一個冰淇淋 他們家真的是什麼都好好吃 而且我真的要很推薦他們家那個 和牛的那個 壽司 炙燒和牛壽司 真的是太好吃 我吃了四個壽司 然後也吃了冰淇淋 他的鯛魚燒冰淇淋也很好吃 他們家沒有一個東西是不好吃的 真的 原來你冰淇淋不是奶茶吧 對 我要說他們家冰淇淋奶茶很好吃 就是 感覺外面比較少會做這個口味 但是他的牛奶是 有讓我驚豔的那種 就是跟一般外面的牛奶口味的 冰淇淋吃起來真的不一樣 很濃 就是 雖然奶茶也很好吃 可是牛奶更讓我驚豔 很厲害 其實我在這次 讓孟前就有去吃過和牛蒜兩次吧 然後那時候就 自己去的時候就很喜歡 對 這次去之後又更喜歡 呵呵 因為吃了很多肉 對 無情工商 沒有工商 是我 之前在 在這個工作之前就很愛的一間愛店 星期六公演完去採 冰是推綜合馬 冰的話我覺得都好吃 但是我覺得你們鯛魚燒的話 好像可以點巧克力口味 就是黑色的那個鯛魚燒 因為巧克力口味裡面是有麻糬 就吃起來口感更豐富 對 我是咬了一口 彩結的巧克力鯛魚燒 然後我自己是點原味 我覺得巧克力的可以 我比較喜歡 然後冰淇淋的話 就是 牛奶的更讓我驚豔 可是奶茶的也好吃 都好吃 都好吃 都可以吃 反正是吃到飽嗎 對 那就是吃到飽 所以你們進去就是 盡情的吃吧 對 相信你們的食量可以吃很多 而且一定要去吃那個壽司喔 那個壽司真的是 厲害了 黑牛肉咖啡呢 黑牛肉咖啡 你知道是不是牛肉咖哩吧 是不是答錯字了 是黑牛肉咖哩吧 那個咖哩也好吃 他們家沒有一個不好吃的東西 居然用一個牛奶排 欸 就是我其實也蠻喜歡奶茶口味 可是牛奶真的是跟外面的牛奶 並不一樣 好 就是它的牛奶是很濃的那種 厲害了 咖哩 可惡餓了 因為黑牛串真的是我覺得很 很推 很推的吃到飽 真的好吃 我覺得壽司的醬太多 真的嗎 我很喜歡欸 超愛 超愛這個壽司 真的白飯也超厲害 配上咖哩超神的 你等一下叫我一下 你怎麼就這樣送出了 我還沒點完呢 蛤 你要點什麼 還沒看還有什麼不可以 那你不是點完才給我的 沒有啊 我是想說先給你看 沒關係 對不起 我記得七九八壽司 鯛魚燒吃到飽 看你們那天開心吃 好好吃的看 哇 我還想看有沒有什麼 滷味 對 可以吃 我剛才又想要點蛋就 那個醬是甜的嗎 照燒 算甜嗎 有點燒肉的那種感覺 欸蛋沒有到那麼鹹啦 挺寒吃和牛蒜 感覺會賠錢 欸我就是吃到飽都吃到賠錢 好不好 但還是要去吃 不管 我去幫餐廳 綜合一下那個啊 吃很多的人 如果沒有我這種人 就吃餐廳很虧 牛奶的推薦去吃市府 市政府一號出口的creamy也要更好吃 是冰淇淋店嗎 市政府一號出口 謝謝金釉的小雞泡泡喔 是冰淇淋店 我有好多還沒有吃採過的冰淇淋店 三一冰淇淋 現在又多了一間creamy啊 好有機會的話去吃吃看 原來是體貼店家的部分 好善解人意 對啊 偶爾還是要有我們這種顧客的吧 但我後來觀察到一件事 吃到飽好像不管怎麼樣都是餐廳轉耶 對不對 因為人吃再多也不可能多到哪裡去啊 所以再怎麼樣都是餐廳轉 像我這樣子賠錢的人比較多 顧客啦 對 我現在心目中有吃到飽排名就是 市集跟和牛蒜 這兩個是我吃到飽認可的 就是裡面的東西都很好吃 沒有不好吃的東西 讓我就會覺得比較划算 和牛有機會賠吧 其他還好 你要吃貴的好不好 成分是適合 市集貴嗎 市集好像 偏 市集多少錢 一千多 是不是沒付過錢 不知道 就是跟朋友去吃啊 謝謝請客的朋友 你還知道多貴 來來來來 你才知道你要多錢給朋友 沒有 午餐比較便宜 便宜也沒有多便宜 午餐好像一千多 晚餐好像兩千 是不是 平日的話 午餐是一千五左右 一千五對 晚餐一千八 晚餐一千八 一千八 這午餐 不是這平日 週末的話 午餐是一千七加上一千八左右 晚餐兩千多 那你們可以跳平日出去 而且我覺得其實午餐的東西就很棒了 就是午餐的那個它的內容物 其實就已經讓我覺得很滿足 因為我就吃過午餐跟晚餐 然後晚餐的是再多一點東西沒錯 但是我覺得午餐的東西就已經讓我覺得很驚豔了 就是午餐我覺得也可以去吃 如果你們不想要花到這麼高的價位的話也可以去吃午餐 小偶像剛剛心虛了一下好可愛 謝謝謝謝琴克的乾爹乾媽們 我世界上有很多乾爹乾媽 這是生存小技巧 要記得開口叫乾爹跟乾媽 叫我飯吃 河牛蒜有A5河牛的也要一千八 對好像吃到飽基本上都要一千多 那我之前過年我媽媽有去那種飯店的吃到飽也是要一兩千塊 可是我就覺得裡面的東西沒有到那麼讓我覺得很驚豔 但是市集跟河牛蒜是我覺得很 就是裡面的東西是好吃的就會比較划算 嗨 品寒乾媽 我開始被叫乾媽怎麼辦我要請客了嗎 河牛蒜真的好吃 河牛蒜下一階段的是798 餐廳好像任何一個餐點加489就能吃到一盤 欸真的喔 欸那河牛蒜的肉真的不要算太久 就真的是三五八吃法 對我有記得店長教的算河牛的方法 翻三圈五秒鐘八分熟 真的我覺得那個肉真的 就是比較好的肉真的不用算太久 可以硬的 真的就是讓他還有點半紅就可以吃 就很好吃 我為乾哥哥 乾媽我還沒吃過河牛蒜 我看店長刷下去三秒而已還是紅 對就是讓他還有點半紅就可以吃 謝謝阿元的掌聲鼓勵 謝謝卡姆的夏日記點善 不對任平衡當乾媽也吃不到好的 現在叫切換乾媽還來得及嗎 他現在假裝睡覺沒聽到 是不是假裝睡覺 謝謝 Bob 的夏日記點善 咳 謝謝 Bob 的夏日記點善 我真的交了朋友之後阿 跟著大家吃東西就探索了很多我覺得 就是沒有探索過的很好的東西 很好吃的東西 因為我們家以前是比較 就是吃習慣的餐廳幾乎就會去習慣的那幾間吃 就比較不會 去探索新的店嗎 但是交了朋友之後大家就會帶你去吃說 哪邊很好吃哪邊很好吃 就發現很多很好吃的東西 就胃口被癢的越來越貴了 怎麼辦 世界很大 真的 而且我以前也是不吃生魚片啊 烏魚子啊這些東西 但是跟著大家吃到一些比較新鮮的 這些 生魚片啊或是海鮮的東西就 發現哇其實蠻好吃的 就是 開始欣賞各種美食 開始學會欣賞各種 品嘗各種美食 不是用欣賞 是用品嘗 我的動詞 乖乖的 開始懂得品嘗各種 東西 而且也比較敢嘗試嗎 我以前就是 自己的印象就是 我不敢吃生魚片 不敢吃生魚片 不敢吃鴨血 但是 現在比較敢就是 嘗試一些我 原本不敢的東西 欸你要不要去 好像有人超滿的 等一下喔 每天看小偶像吃東西 踩點踩到窮 看起來超好吃的耶 什麼他點什麼 好看一下 要 好 哪一間哪一間 你看 室友姐姐點菜 看一下有什麼想吃 好像可以 吃個沙拉 我沒有辦法取消 剛剛還聽到 應該不能取消 沙拉乾你還不好吃 那這個 甜菜跟 你要點沙拉嗎 不要不要不要 我點了 看一下 薯條 薯條 哈囉你還在直播 喔 Sorry我看 太太看 太鹿蜜了 沒有要點嗎 還是沒關係 我點想試試巴勒黃瓜汁 確定 好啊 想吃嗎 麻貴的 有一點脆 嗯 巴勒黃瓜汁 聽起來很清爽 盡量點粉絲出 哪有 你們最好有可以出啦 我點個 那杯巴勒黃瓜汁要150 我實在是買不下去 150 有點貴 沒事吃比較重要 所以不要吼 飯 菜盤吧 是不是 他貝的吃飯真的很貴 150一個便當加一杯手搖 150是喝什麼 但是現在很多飲料都要這個價錢 尤其 然後也不是多大杯 就是這樣 一杯飲料就100多 然後手搖也越來越貴 手搖現在很多都一杯要賣7、8、90 記得我小學的時候手搖還停在那種30塊40塊 現在一杯要7、80 很貴 台南70塊有飯有飲料 台南70塊有飯有飲料 太划算了吧 手搖簡單的茶一杯40是基本 真的喔 咖啡廳吃7、8、90 咖啡要看豆子 要手搖這價格真的就不行 不愧是台北 之前去吃快炒 快炒 快炒一盤200的炒飯炒熟 外地在全沙葉 台北真的吃飯很貴 是真的貴 那你們之後來台北可以 真的可以去吃那個新光三越 這個地下美食街有一間是功夫銷毀麵 它好像蠻多百貨公司地下街美食街都有 那間真的79塊有 一個銷毀麵跟一個鴨血 還有一杯飲料 真的很好吃 便宜又好吃 不要說我都去吃貴的東西 你們採點採的很辛苦 這個銷毀麵很好吃 你們也可以去採點 好像蠻多百貨公司上面都有 79塊而已 便宜好吃 銅像SOCO好像也有 好像是 然後 新光三越蠻多地方好像也都有 我請粉絲吃飯 79真的 你要是發照片 還有下次發 下次發那個面 你們看 聽起來CP值很高 吃過真的推 吃過真的推 但他們的肉也給蠻多 金站跟三創底下有 三創有喔 那你們這周看完公演也可以去吃蕭火麵 或是 看公演前 可以去吃蕭火麵 可是不吃牛肉的話是不是沒東西吃 應該可以跟他說不要牛肉吧 應該是OK的 三創油那星期六中間吃了 我不知道耶 我是沒吃過三創的啦 是大家說油 你們可以去查一下 但我這次去吃星光三越 底下這樣的 欸對不起 我忘記龍龍在這 我就踢到地毯 然後他傻眼 嗨 怎麼睡那麼可愛呀 謝謝Luz的愛的玫瑰 嗨 品行室點了什麼嗎 剛剛沒聽到 我就是點那個 79塊的set 你們不要認錯肩喔 那間是叫功夫銷魂麵 我怕很多地上美食店有賣很多類似的 麵鋪你知道嗎 不要吃錯肩 叫做功夫銷魂麵 然後他有一個 現場點的話有一個79塊的set 就是 會有一個 銷魂乾拌麵 然後一個壓血 然後跟一杯飲料 這樣子 然後你們的銷魂麵 記得要加辣跟加醋 融在腳邊嗎 對融在腳邊 男生吃的飽嗎 我覺得男生的話 可以再加點加點一些東西 但我女生是 吃蠻飽的 只有麵應該不行 他有麵跟壓血 我點過他們的 滷牛尾 那不確定他可不可以加麵 可以問問問看 如果你們只怕吃不飽的話 謝謝雪帶八的幸運事業草 我可以點兩套嗎 當然囉 你們要點三套送上來給我一套也是 不反對啦 你說你公演到一半然後開始吃蕭盒麵 公演前啊 對不對 我跟姊姊說不用讓我訂便當了 我想吃蕭盒麵 可能我們還要加購其他的菜嗎 可以收就送上去 姊姊問好 哈囉蔡佳麟 好像可以 那你會收到一堆蕭盒麵 可以 蕭盒麵的話可以 真的好好吃 這樣可能可以叫姊姊操作都不用訂了 我們吃蕭盒麵就好 可以送的話可能會收到大家多一套 謝謝雪帶八的行李箱 謝謝雪帶八 一開始還以為是大師兄那間 沒有是功夫蕭盒麵 這沒有業配喔 是真的很好吃 是我被李家推坑 然後 我再推坑你們 謝謝樹的紅玫瑰 我發現跟著李家吃也不會錯 因為他們其實蠻 蠻會吃東西 就是蠻會吃美食 對吧 我覺得還 跟著他們 我目前 他們好像都推過我蕭盒麵 我覺得還行啦 可能我太弱 因為我真的很不會找美食 我很常吃到不好吃的東西 他們家就是美食喔 因為在他們家都吃很好的食材啊 所以就 也不會吃到太不好吃的東西 我覺得 我覺得 品寒你有推薦基隆好玩的地方嗎 我想一想 基隆廟口也也是 可以去吃東西啦 然後其他我就不太熟了 可能 我家玩 Switch吧 我不知道基隆有什麼好玩的地方 我只知道基隆廟口也也是 是不是很弱 是不是很弱 海洋倒水 欸 改天要不要開車去 尿口吃東西 好久沒對這是尿口的東西了 可以 你家玩Switch是什麼鬼 因為我不知道基隆有哪裡好玩啊 基隆和平島不錯 有風景也可以玩水 謝謝基米洲的米卡照亮點 泡泡冰 那我想去那個 玩Switch的點嗎 沒事 可以去吃廟宝的東西 品寒去過海科館嗎 好像 基隆海科館 好像去過 有 但是我沒有進到海科館裡面的樣子 有點忘記了 小時候有沒有去過 小時候校外教學 有沒有去過 有點忘 應該有 不過好玩不用去 可以去一下啦 看海嗎 吃海鮮 海鮮 可以去看海吃海鮮 海鮮是真的新鮮啦 線釣的 謝謝鋼鐵海粉的夏日祭典 閃 看郵輪 對可以去看郵輪 就是基隆港 幾乎每個假日我都會看到郵輪 我最近去基隆好像都是去潛水的 但是基隆海味真的很重 我以前就是搭客運回基隆的時候 他就是會在 海洋廣場那邊 放 就是乘客下車 然後這門一打開 一下車你就會聞到 濃濃的海味 然後基隆到了 就是 一下車就聞到濃濃的海味 真的是海味 基隆海味很重 每次去基隆都是看海放空 我不去啦 真的是海味 但如果你們要去 吃基隆的美食 廟口是一個嗎 然後還有第二個點 我覺得應該是比較少人知道 是 仁愛 菜市場 的二樓 那邊聽說好像有蠻多好吃的東西 就是 仁愛市場是一個很傳統的菜市場 就是都很傳統 會看到 那種賣肉的 談判賣 賣魚的談判的那一種 傳統菜市場 然後那邊的二樓 也是有點 小小的像美食界的地方 然後那邊好像也蠻多好吃的東西 這是我之前看那個旅遊節目介紹基隆的時候有介紹這個地方 我好像有去上面吃過東西 可是我忘記有去吃什麼 對 那邊好像蠻多好吃的 大家如果 那個 夜市吃膩的話也可以去 那邊吃 最近好像有基隆炒進台灣姐 仁愛市場的米粉湯好好煮 欸我小時候都會跟我媽就是仁愛市場買菜 小品行 然後談判家說 你妹妹你又來呀 今天來買什麼 就幫我媽提菜 而且我小時候那邊有一間很好吃的鳳梨酥 就是不是這種大塊的鳳梨酥 就是麵包店不是賣那種小小一顆的鳳梨酥嗎 就是那種假鳳梨酥 我小時候超級喜歡吃那個 然後有一間攤飯很好吃 每次經過 阿姨都認識我 他就會問我今天要不要買 好可愛的感覺 我小時候都會陪我媽去那邊買菜 阿姨不會免費給你吃 會啊 他給我免費吃一兩個 那我不知道他現在還有沒有營業 已經 小時候是多久了 十幾年前有 我小時候 踢龍的話感覺也可以去 海灘玩 就是夏天的話 那個 大五輪 有一個海灘 有一個沙灘啦 可是好像每周人很多 如果你們想要 海邊玩水的話 可以吃呢 那叫什麼沙灘 奧底嗎 奧底 反正都是大五輪 就是外木山的 最裡面 有一個 沙灘 好像叫奧底 奧底是不是 我以前小學的時候去那邊 淨灘 我跟你們說 基樓的學校 真的很多關於海洋的活動 我來分享一下 我小學的時候在海邊路跑過 然後 去淨灘過 然後還有去補過海草 就是那叫什麼 石花洞 石花草嗎 石花洞 就是 去海邊 撿那個石花草 那叫什麼 海草 然後做成石花洞 去補海草 然後那石花洞我完全不敢吃耶 因為它有很 很 重的海味 我小時候完全不敢吃 其實我到現在還不知道石花洞是什麼味道 因為我小時候 就是 撿回來那個海草 然後老師就 幫我們一起 就是自己曬 曬在操場上那個海草 然後就 好像曬乾之後拿去 就可以做成石花洞 然後我那時候完全不敢吃 在那之後就沒有 嘗過石花洞了 你不是在聽拼拼吞吃過 我有點忘記我還沒有吃過了 沒有這個印象 我的麵到了 你去拿一下 也來是個大海牛 真的 我要去拿一下 而且我小學跟國中每一個都是要爬山 基隆真的 秋林地 學校都在山上 現在賣的石花洞都很好吃 真的喔 要改天可以試吃看 基隆的營養午餐會有比較多海味嗎 是不會 面面俱到 貼換去 菜鹽不是 蔡燕跟石花洞好像是不同東西吧 好像是不同的吧 蔡燕我也沒有吃過 但是我之前看Youtuber有一個Youtuber說他很喜歡吃蔡燕 但是我之前看Youtuber有一個Youtuber說他很喜歡吃蔡燕 然後就蠻想試試看想說到底是多愛 我國小都是帶去廟裡面 看壁畫 而且我小時候的時候還有很多校外教學是去那種 就是 媽祖 媽祖的廟裡面去參觀嗎 就是 因為基隆抗海嘛 然後 海邊就是媽祖 會保佑 捕 就是捕魚的人嘛 就是一個 神話 也不是神話嗎 然後小時候是很常會去 校外教學 就是學校附近的海邊 之類的 走走 然後就在介紹認識媽祖 跟一些媽祖 廟 那跟我差不多 我這邊也是靠海 就是有很多關於海邊的活動 從小學 到國中都是 我國中也是靜灘 只是有一些特殊的可以看 難怪品還管很多 我那時候就是 看到台北的學校都是在大馬路邊的時候覺得很特別 就是 學校就在大馬路邊然後學校就是用那種 鐵籃圍起來覺得很特別 因為基隆的學校絕對不可能在馬路邊 都是在山上 就是 秋林地上 就是譬如說校門 進去之後還要爬一小段路 才會到學校的本體 但台北的學校都是 學校本體就是在馬路邊 直接可以看到教室的那種 那時候 看到覺得很 小時候看到台北的學校是這樣的時候覺得很羨慕 上學都不用爬山 我真的以前上學都要爬山 都要爬一小段路 才可以到學校 就是上學前要先運動 那父母要去哪邊接小孩 就是 家長只能在校門口啊 所以小朋友要自己 走路下來 拜拜 而且我以前小學的時候 我媽都會陪著我一起爬 才比較小的時候啦 小學 好像一二三四年級 我媽都還會陪著我爬 而且我媽還會幫我背書包 我媽也是 一起運動 對 順便運動 車子沒有辦法上去 對 車子沒有辦法上去 車子不行上去 除非你 就是 小朋友不舒服或什麼的家長 可以上去接 可是如果沒有的話 是基本上是 車子不能上到裡面 好窮女兒 你也很壞的小孩 沒有 沒有 我們要很壞 小學一年級以後就被放生了 自己走回家 那邊的外送員好辛苦 沒有我小學的時候 還沒有外送這個東西 外送員還 不是很新奇的時候 小學一年級以後 千萬你要去拿麵嗎 他睡著了 等一下再去拿 會不會涼掉了 麵都糊了 是 是去 六七八讀等 好像有平地血流 好友愛的家庭 所以回家前都會路過 乾媽講買點零食 調整一下心情再回家 因為我小學的時候也會去 去那種雜貨店買零食 很便宜 我就是因為我小學的時候有去安清班那種 然後 因為我小學坐 娃娃車回去 去安清班 然後因為娃娃車會送到安清班的一個路口 然後我們幾個 比較好的朋友就會 下車之後偷偷跑去附近的雜貨店買零食 然後再去 安清班 而且還不能被安清班老實發現 謝謝 然後因為我知道安清班的桌子不是有抽屜嗎 然後它是一個長桌兩個人一起坐 然後 有抽屜 我們就會去那邊寫作業然後一邊寫一邊偷吃零食 就把零食拆開放在抽屜 一邊寫一邊偷吃零食 被發現會被罵嗎 就是 老師會說不可以 偷吃 因為我們安清班是有點心時間 點心時間安清班會有附 一些麵包跟飲料之類的 對 所以就是 再吃零食的話 晚餐就吃不下 所以是盡量 不能吃 就是 吃零食 但我以前都是偷吃 真的就是拆開放在抽屜 一邊寫一邊偷吃 我也是帶我的那個小陸堆 先帶到雜貨店買零食再回家 我以前也是走陸堆 但我沒有帶過陸堆 我就是 被學長姐帶陸堆 謝謝夜兔的緣分相遇 很懷念那種日子 偷偷摸摸吃零食就很開心 真的 完全沒有什麼煩惱的時刻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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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也偷吃同學的 零食嗎? 什麼陸隊?放學博士各自回家 沒有!放學有陸隊 因為我剛剛不是說我們學校是一個小山坡嗎? 放學的時候要先轉理成陸隊 然後一個一個年級 一個一個年級要走下去那個山坡 所以會有老師或是糾察隊 帶陸隊下山 對 只是陸隊帶下去下山之後 大家才各自解散自己回家的 現在都是吃大餐不吃零食 殊不知抽屜一堆紫蟹爆竹 怎麼感覺很好耶 我們安清班都沒有這樣 我真的覺得我小學的時候讀的安清班超好的 就是老師都很好 然後教的也不錯 我小學的時候 功課很好 都是那種 100分100分100分 然後有時候97分的時候還會很難過 怎麼沒有100分的那種 我小學安清班真的很好 就是老師教的很好 然後 也不會很 就是該凶的時候會凶 可是也不是那種會亂凶的那種 然後 寒暑假的時候也會有寒暑假的暑期 或是寒假班 然後我也都會去參加 然後就是他會幫你完成 就是幫家長 監督小孩完成 暑假跟寒假作業 的同時呢又會帶我們去校外教學 就是有放暑假的感覺 就是 暑假的話都會去游泳池玩啊 然後 還會打水仗 然後吃冰什麼的 然後寒假的話也會帶我們去吃火鍋 圍爐 抽紅包之類的 這是一個蠻 我就是蠻好的安清班 就是 現在想起來真的是蠻感謝 小學的時候 然後老師們照顧 然後老師們照顧 這是我覺得很棒的安清班 就是把小朋友都交得很好 我哥跟我姐跟我都是去那一間 對聖誕節也有活動跟交換禮物 聖誕節的話會一起吃聖誕節大餐 然後每個人離開 就是回家之前都可以提一袋 就是老師 園長拿訂的那個聖誕禮物袋 然後裡面就有很多 小玩具啊 或是一些貼紙啊 色鉗筆之類 然後 每個人結束活動 回家之前都可以拿一袋 這是真的是很棒的安清班 真的 而且安清班還有那種 就是 增進的 版嘛 就是還有教英文跟數學 然後你可以自己選擇你要不要少 只是就是要多付起來 然後我那時候 是都有上 就是數學的話就是線上電能的那種 然後你就登入你的帳號 他叫做一級博士數學 是一個系統 然後 你就是寫完功課嘛 然後你 因為安清班也會教課 就算安清班你去那邊不是只有寫作業 我那個安清班是 去寫完作業 然後 老師會有一個時間 譬如說兩點到三點 會先 幫我們 預習 學校會教的東西 因為 那個安清班基本上都是 同一個小學 會去那邊上 基本上他就是 那邊的學生都是同一個小學的啦 所以用的 課本都是一樣的 教材都是一樣 就是同一個出版社 所以老師就會 先幫我們 預習 譬如說 大家的進度 就會先幫我們上 譬如說社會或是數學 就是各個科目都會上 然後 譬如說那種 考試前啊 以前叫什麼啊 那叫什麼考 不是模擬考 小學叫什麼 大考 是嗎 小學是要大考嗎 就是 定期會有一個大的考試 那叫什麼啊 大考 反正就是 大的考試前 對 斷考 斷考 對斷考 就是 就月考斷考 月考之前 也會幫我們複習 然後 給我們寫一些考卷 然後 月考完之後 也會一起檢討 學校的那個考卷 就是你錯哪一題啊 然後這一題 為什麼是這樣 這是一個買好 真的覺得安清班很好 而且有點心時間真的很棒 基本上就是放學之後去安清班就會先有點心時間 然後因為每個年級的老師不一樣 我覺得我 好像五年級的老師 人很好 其實每個年級的老師人都蠻好 但五年級的老師是我的印象很深刻 就是 放學之後去那邊 先有點心時間嘛 就可以先吃 麵包喝飲料 然後 那時候老師 因為那時候我的 五年級的教室在地下室 然後剛好有一個 電視嘛 然後 老師就是放烏龍派出所給我們看 就一邊吃一邊看 然後 點心時間 結束之後才開始寫功課 點心時間有吃到特別喜歡的東西嗎 有 因為有時候是麵包 然後有時候會有一些 水煎包 或是紅豆餅之類的東西 我每次都很期待紅豆餅 因為不一定每天都有 基本上大部分是麵包 然後偶爾會有紅豆餅 我很喜歡吃紅豆餅 所以每次都很期待有沒有 然後有時候也會有一些 紅豆湯之類的 然後我那時候最喜歡喝奶茶 因為那個茶就是那邊的老師泡 就是泡一壺那一種 就是會有紅茶 檸檬紅茶 綠茶跟奶茶 然後我那時候最喜歡奶茶 我那時候高年級的時候還幫忙泡過飲料 還幫忙分過麵包跟泡過飲料 小六的時候 就幫那邊的老師 泡飲料 而且有去幫忙還可以累積星星 我們也是有給星星的制度 就是如果你表現好 或是有幫忙老師 吸地板 或是幫忙老師洗 飲料的桶子的話 可以 他會給你星星 就會在你的聯絡簿上 畫三個星星 然後那個星星呢 可以換小禮物 沒錯 可以換紋紙跟一些小零食 所以我以前很愛打工 好像很常去幫忙拖地 因為我 我那時候小時候家裡是開便利商店 好像跟大家分享過開7 所以我爸媽很忙 基本上 一整天都是在那個店 然後 大概7點多7點半的時候 爸媽才會來 安清班接我還有我姐 所以 那時候 我都算是在安清班留比較晚的學生嗎 因為大家通 那個娃娃車是大概6點半就會接 大家回家 或是大家家長6點半左右就會來接 然後所以我就算是比較晚 回家的學生 所以我都會留在那邊幫老師 原來年紀輕輕就是同工 我就會在那邊 賺星星 你要去拿餐了 謝謝你 你睡醒啦 大家剛剛還說你裝死 不想去拿餐裝死 以前留比較晚的時候老師都會給餅乾吃 小學應該沒被老師團條照顧過 我小學沒什麼被打過 是國中 我國中有一個很可怕的老師 可是我現在想起來還是蠻感謝他 沒有沒有覺得特別 就是這老師是什麼 你這樣還好 國中有一個很嚴格的英文老師 但他還好不是我的班導 他是 我那時候是四班 他是三班的班導 然後但是是教我們班的英文 然後他超級可怕 超兇的那種 我記得以前好像 國中的時候英文全班都考不好 就那次好像英文全班都沒考好 然後 就是 老師 因為我那時候是英文小老師 那但那個老師對我蠻好 他是女老師 然後 我那時候就是他的英文小老師 所以在上課前要先去辦公室幫他拿麥克風 然後拿課本 之類然後 順便問一下老師今天就是 有沒有什麼小的考試 或是要叫大家 上課前要先念什麼課文 之類的 對 然後就問好之後回去寫在黑板上 或是跟大家講 然後 我記得那一次全班 都 那時候我下課的時候去找那個老師 拿東西 然後就記得他臉 好像心情不好 可能被他們班 不知道什麼事影響到 就是有點 看起來心情不太好 然後我就知道 不太妙 等一下要上我們班的課 但他心情看起來不太好 那時候 就覺得不太妙 對 然後好像我們班考試又考得不好 然後反正我就是拿著課本回去 跟大家說 你們今天要乖一點 老師看起來心情不好 這樣子 對 晚上還提醒大家說 你們今天不要惹老師神奇喔 他看起來心情不好 要就是乖一點 然後我記得那次 好像老師一進來 然後他就很兇 拍桌子 說怎麼考這樣子 都回去沒有念書喔什麼的 然後我們全班就是 考不好的人都 不能坐椅子 就是 把椅子靠上 然後蹲走 好像念課文 唸完才可以坐 超可怕 那是我 國中 很深刻的回憶 算是我求學以來遇過最 嚴格的老師吧 是半蹲嗎 就是蹲 對 半蹲 欸不算半蹲啦 就是蹲著 蹲在地上 然後 唸課文 謝謝三角形的一封信 國中神英語老師很佛悉 基本不會罵 國中神英語老師很佛悉 基本不會罵 國中神英語老師很佛悉 基本不會罵 國中神英語老師很佛悉 是嗎 欸沒有 是兩個英文老師 然後 我兩個英文老師都是他們的小老師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是英文科小擔當 可能我國小的時候有在安親班 上英文科 所以英文好一點 然後國中就被 審為英文小老師 然後 兩個英文老師 個性差很多 一個人很好 很容易被欺負的那種 然後一個是很嚴格 像我國一的那個英文老師就是 人太好 很容易被同學欺負 我就會幫英文老師講話 品函是英文丹丹嗎 幹糟了吧 而且 我知道那時候 那個很人很好的英文老師 在學期末結束的時候 還送我貼紙 超可愛的 還說謝謝你 就是幫了我一個學期 因為他就送我貼紙 品函這個人 然後謝謝 我的面 那兩個英文老師其實都對我蠻好 我記得我 比較嚴格那個老師好像 學期末也有請我喝飲料 不好意思 這是 以前求學時期是個 乖乖的學生 饅頭 我覺得我饅頭老師喜歡的 蠻開心 老師都很照顧我 英文課睡著 你國中的時候數學等下我跟你們說我國中數學超爛 欸 因為我對我要說 升上國中的時候我有一段時間很挫折 國一的時候 因為你們知道小學 的數學跟國中數學差超多 就是 程度差很多 就是國中團變到很難 然後國小那數學根本就 就是沒有 就不是數學 我可以這麼說嗎 國小數學 怎麼說 真的程度差很多 然後我國 因為國小不是都是那種考100分98分的人嗎 然後 我國一的時候數學太難了 然後 我第一次考數學考是考了50幾分 然後我超難過 我整天很受挫你知道嗎 然後 可是我覺得我國一的數學老師 雖然蠻嚴格 可是人很好 就是我那時候 國一剛進去的時候 第一次考數學考50幾分 然後老師 很 因為他知道我是 可以教的吧 但他就很幫助我 到後來我國 國一 學期要結束要升國二的時候 我數學有到80幾分 我就覺得很感動 老師 老師其實人蠻好 就是把我從 50幾分的數學 帶到 80幾分 因為我國中完全沒有補習 我國中是 國中三年完全沒有去補習班的 然後 我的老師把我的數學從50幾分 只有到80幾分 我覺得超級感謝 然後我國二的時候就和數學老師 國二國三也換數學老師 但國二國三的老師也蠻好的 就是 很幫助我的數學 好 明天什麼 雞胸肉 為什麼國中不補習 因為國中課業壓力很重 我就覺得很累 我就不想要再多去補習 所以我國中沒有補習 但我 我哥跟我姐國中都有補習 但就只有我沒有補習 因為我 我覺得很累 我國中數學跟 那個自然嗎 物理很 很爛 物理化學超爛 物理化學甚至比數學還爛 對 但我文科蠻好的 所以我後來 在考高中的時候沒有考很好 是不是因為素學跟 物理化學太爛了 沒有考到我 理想中的 的分數 我那時候是考會考 我已經不是機車是考 考會考 那時候考是不是沒有考 原本想念什麼 其實我原本就是想念高 就沒有想念高中 因為國中的課業有點嚇到我 我就不想要念高中 我那時候就是想要念 高職 那時候想念 語言的 科系 就是日文或是英文 但我那時候有考到一間的英文啦 只是不是我 第一名想要的學校 突然意識到機車的我們了 我好像是第二屆會考 我是第二屆會考的人 就是 還在測試那個難度的 白老鼠的那一批 對 第二屆的時候 好像第一屆的時候 太 太 簡單還是什麼之類 然後我們這屆就變很難 真的我覺得我們還是會考的白老鼠 還在實驗那個每一顆的難易度 會考生在此 現在考試制度不太了解 第一屆分數 第一屆分數太怪 很多學校分數都調的很高 對 所以我就是還在實驗的那一批 我要吃我的乾爛麵 看起來很好吃耶 不知道會不會很辣 你不是5B嗎 沒有 我那時候好像 好像考五個科目 然後 四個B加 三個B加加 然後一個B加 一個B的樣子 都沒有A 我模擬考的時候 都有A耶 然後 正式考試的時候 都沒有A 好像 我記得那一次 是正式考試的時候 比 都比模擬考難很多 對 那一次好像正式考試比模擬考難 然後我就沒有A 我覺得很好 我5A 偷小 大考師常心嗎 我也不知道耶 可能題目比較難 開始怪題目 我小學的時候 功課很好 然後我爸還說 你會要考美音女什麼的 然後 國中之後 讓他失望了 很抱歉 國小跟國中真的 程度差很多 特異的壓力 差超多 我數學C很慘 高中個人 但我覺得我是一個沒有很會讀書的人 就是普通 沒有到特別會讀 可是可以 努力去 就是沒有到讀書很聰明的那一種 就是對於 課本上的東西沒有到很 天生很聰明的那種 可是 會努力去 補足天生 不太會 就是努力去讀的行 努力行啦 努力行選手 就是 就是讀書方面不是天生很聰明 可是也沒有到本 但是 可以努力去 做的那種 自治力呢 玩跟讀書分很開 我覺得我 玩跟讀書分蠻開的 因為我國三的時候真的是我很痛苦的時候 那時候要考高中 然後 我晚上 因為我理 數學 不是 化學理 跟物理很爛 然後我那時候也是 大考前 然後 就自己就在書桌讀 物理化學 然後 我記得我很常 讀到睡著 就是 因為我爸媽他們都會在客廳吃飯 然後我就是吃完飯就去房間念 自己念書 因為我沒有補習 他只能自己念 自己念書 然後就是真的 常常念一念念到睡著 就趴在桌上睡著 國三真的是我 我國三也很常留在學校留到 就是 八九點 就是讀 念書 而且因為那時候我是班上 功課算比較好的人 然後老師其實都蠻 幫忙我 也蠻擔心我的 考試嘛 就是 高中的 考高中的部分 然後那時候 數學老師特別幫我加強 因為知道我數學沒有到很好 這是算我的弱效 然後 數學老師還特別幫忙我 就是 跟我約 就是 哪一天 就是一個禮拜的哪一天 下課 下課 就是數學老師跟我 一對一 留到晚上 就是 教我 數學 你就覺得 哇老師能很好 這是一對一 教我 我不會的題目 留到晚上 留到晚上的套 真的是 一對一 教我 超級感人的 這數學老師好友 羨慕老師 超級用心 蠻好吃的 還蠻 其實有辣 這間 有辣 他老師超級用心 是不是 很感人 皮卡上高中是功力嗎 我後來考到 考到的高 高值是 是功力 那我們不會心甘血 應該也需要小偶上 一對一教學 可以啊 我可以教你們 之後 出來之後我可以 直播中教你們 看餅餅吃我都餓 很多老師都超用心 我之前數學老師也都說 要輔導我 但我都逃走 所以你數學也跟我一樣不好 你數學了20分鐘 嗯 你20分鐘都在聊數學 沒有我在聊我國中的時候 數學老師很好 我大概只有英文很好 其他都比較差 我覺得當老師都會很有心 我真的覺得我求學階段啊 遇到的老師都蠻好的 就是都 都蠻負責任 然後 也蠻好笑的 就是不是遇到這種只會磅讀課本的老師 因為不是有些老師只會磅讀課本 就沒按照只是念課本裡面的東西 那我自己看就好啦 對吧 所以我覺得我求學階段遇到的老師其實都 蠻 負責任者 蠻幸運的 蠻幸運的 老師都很風趣的意思問號不簡單 沒有我國中的物理跟化學老師都超好笑 就是很愛跟女學生聊天的 你懂啊 很會讓女學生開心 就是 會講一些笑話什麼 就是會讓課 因為女生不是 我不是刻板印象 女生通常物理化學會 有點 就是 沒有想的這麼 快嗎 比較文主腦比較多 所以 我的 國中的物理跟化學老師就是會用一些比較 比較輕鬆的方法讓我們解釋給我們知道 或是 好笑的上課方式 就是讓我們 比較 輕鬆的上課 而且就是會聊他老婆啊什麼的 就是蠻好笑 小時候覺得男老師很糟糕 長大才發現男老師的肢肢力不是蓋的 很糟糕 你有衛生紙嗎 可以給我一張嗎 上課最認真聽的時候就是聽到老師講 自己老婆老公發誇的時候 真的 就是那段時間都很像聽故事 而且你知道我們同學不想上課啊 就會拖老師進度 就會一直跟老師聊下去 喔那你老公怎麼樣怎麼樣 那你就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同學就 繼續聊就不用上課 老師 東馬對女學生比較好 是嗎 但我國中真的是過得蠻開心的啦 雖然是一個內向的人 就是 不太交很多 不太主動交很多朋友那種 可是 我自己是覺得我求學階段都還蠻開心的 雖然不是很會交朋友 也不是很外向的人 可是過得都還蠻順 就是 同學也都會幫你啊 然後也會來跟你講道 然後老師也都會 就是幫你 就是 還算 還算順 蠻幸運的 至少沒有被欺負 因為 有時候很安靜 很容易被欺負 不是嗎 但 我求學階段是沒有遇到 覺得自己還蠻幸運的 遇到 好的同學跟老師 我就是 都是在那種班上 不是都會有一群特別受歡迎的 圈子嗎 然後就是在 那群圈子裡面的人 可是不是 帶頭發號施令的那種 就是跟那些發號施令的人是朋友 但是自己是那群裡面安靜的人 這樣子 我斑倒跟國文老師是夫妻直接變雙斑的 你這麼可愛怎麼可能有人 有辦法欺負你 就還蠻幸運的 遇到好人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 全學階段也是班上的 重要的那一圈的人 你就是重要的那一圈然後又發號施令了對不對 因為你講話感覺就很大聲啊 然後李家裡大聲 還好還好 還行還行 有念在就是重要的團體嗎 簡春大姐頭 你是不是就是跟在我旁邊的人啊 對啊 我就是那一圈 跟在旁邊的人 這也是我的生存小技巧好不好 厲害啊 就是不會講話就是要跟著這種人啊 就不會被欺負 對不對 我的小腦袋 有在運作的好嗎 這是我在 校園生活的生存小技巧 跟著團體走 尋求庇護 沒錯 生存能力點滿 你那團體應該成績不錯吧 沒有耶 有好有壞的人都有 品韓國音數 哪一顆分數最高 應該是英文喔 英文或國文吧 畢竟我也是小弟型 畢竟我也是小弟型 通常帶頭講話的不一定成績 不愧是聰明單單很懂生存法則 當然囉 學校就是個小型社會 學會怎麼生存很重要 其實 人際關係也是 我覺得 在這個世界上生存滿重要的東西 吧 算吧 你有聽過有個心理學家說 所有煩惱都是來自於人際關係 對啊 就是 其實如果你人際關係處理得 好的話 做 事情也會 蠻順遂的 因為大家都會幫你 然後如果你好的話 別人也不會嫉妒你 沒錯 所以蠻重要的 雞龍你怎麼還在雞龍 他換了個方向 但還是在走 我今天 為什麼跟大家聊這麼多小事 雞龍嗎 菜市場嗎 對 菜市場 你也會聊 謝謝 謝謝 跟阿伯三集切換出門是誰發號施令 要看什麼事吧 不一定 但不會這麼難 因為雞龍哪裡好玩 好 大家如果想要體會我小時候的生活 的話 可以去雞龍玩 最好這樣子體驗得到 可以 體驗我平常 小時候的生活圈 好 那我今天直播差不多了 我先來念 排名了唷 我會不會以為我今天直播沒有話題聊 結果還是聊了很多 你最近很會聊 謝謝 好 最後再來業配一下我這個月的生血針 大家記得指定 品寒的生血針 那個逆轉王子 有可愛嗎 可愛呀 公主不可愛了嗎 大家記得指定品寒 我還沒放業配罩 但我 應該這幾天會發 對 那我就先 念 排名了 第十名 三角形 第九一城 第八六 第七博城 第六蹤影 第五顆金魚 第四光泰 第三小薰 第二金友 第一志鴻 恭喜志鴻金友跟 小薰 可以指定啦 可愛到不行 謝謝Mini的緣分相遇 另外草組公演還可以買 對 大家會來看公演嗎 週末 可以來看我們公演喔 謝謝品寒今天聊得很開心 不客氣 不客氣喔 你 不客氣 被辣椒 嚮的 前三名可以指定囉 赤虹 丁佑 小薰 真有不去的朋友 今天的乾麵好吃嗎?我覺得蠻好吃的耶 有辣 我覺得有辣就合格 我最近試辣 然後就越來越辣 有沒有 眼睛越上重 試辣就會變越來越辣 大家送了我掌聲鼓勵 沒有人送我眼睛越上重 有吧 沒有 有 星期六驗手 星期六要幹嘛? 公眼 謝謝大家的掌聲鼓勵 那來個超辣舞臉牌好啊 1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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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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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定要拿一個搞笑吧 好辣好辣 好辣好辣 超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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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辣啊 不行嗎? 這頂多小辣而已 謝謝小蘭的掌聲鼓勵 謝謝玉根的夏日冰塊 你的指頭髮已經不見了耶 對啊 Elsa 變灰色 灰色蠻好看 其實蠻好看的啊 謝謝智鴻的主題 剛可愛五連插在哪 不過好可愛還是給我 沒有 我動作有比較性感一點吧 我動作沒有比這種啊 我沒有比這種啊 我沒有比這種啊 就是可愛的 我的這種就是性感的動作 笑死 指定就來個teacher teacher 把副歌動作是重點 你會跳teacher teacher嗎 不會啊 我也不會 我來研究一下 看一下肚條 這樣嗎 這樣嗎 你看他怎麼跳 啊 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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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有吧 有吧 有一個大概 站起來嗎 待會兒我們要學 腳的動作 有隻學手 很好看 大概這樣吧 謝謝金鑰的指定 謝謝金鑰 美 謝謝保羅的掌聲鼓勵 今天背景音樂感覺很好睡 有啊 剛剛前換已經睡了一輪 謝謝金鑰的指定 還有一個是小薰對吧 小薰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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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薰 小薰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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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指定 光泰 好那光泰在嗎 光泰在嗎 不在 那就沒辦法了 還是我就把小璇指定一個 他說還是可愛五連比較一下 可以啊 可愛五連拍 我還沒看你啊 1 2 3 4 5 這是可愛五連拍 是不是跟性感五連拍不一樣 不一樣吧 有差好不好 大家怎麼還沒看你的可愛五連拍 有沒有人看你啦 我想知道 這是比較可愛 蜜到前 才不會膩 因為平安很可愛所以不會膩 你說不一樣就是不一樣 可愛五連拍可以比較美姿 想看7號的五連拍 我下次又看你五連拍 看不出差別的很可愛 看不出差別 好 那今天差不多到這了 大家掰掰 下次見了 各位 掰掰 下次直播再來幫大家複習公演的call 怎麼喊 好 掰掰 記得吃飯喔 記得指定品行喔 掰掰 記得吃飯喔